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oin1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 Core i9 9920X 12核心的處理器 那我只是想要知道 欸,我花這麼多錢 到底效能有沒有明顯的升級啊? 還是我只是在浪費錢而已 買一個X299平台的處理器 那先來講大家最關心的價錢 這一個處理器單獨購買 就要22290 22290元 這個價錢我就可以買一台筆電耶 所以買這個CPU的人 肯定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這個CPU的標準時脈是3.5GHz 那Turbo可以到4.5GHz 所以我今天就要來比較這個 Kore i9 9920X 這個處理器的效能 跟我舊的工作筆電 這一台MSI 它使用的是i7-6700HQ 那看看到底效能升級多少囉 那我就簡單分享一下我的BIOS設定 打開BIOS之後 我們就把所有的CPU都超頻 那我的AVX2跟3的Offset 我設成2跟4 進階功能你就把超頻功能打開 Hyperthreading 超直升序頁打開 把一些節能的功能關掉 然後開最高效能 接著我們來調整電壓 那目前電壓我設成1.234 那就先保持這樣 接著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SVID這個功能 你要把它關掉 SVID簡單來說就是 它會自動的去調整你的CPU電壓 這樣你的CPU電壓就會亂跳一通 所以我就把它關掉了 那我的工作管理員可以到4.48GHz的時脈 那如果不穩定超頻的話 這個CPU可以直接充4.7GHz 因為我的電腦水冷排風扇只有兩個 所以散熱效果很有限 那接著我們來看到 舊的i7-6700HQ4核心的處理器 要標準時脈是2.6GHz 雖然Turbo可以到3.5GHz 但是BIOS裡面沒有更多的超頻功能設定 所以我只能下載Intel的XTU軟體來降電壓 那我把電壓降了 比標準還要少0.06伏特 但是降了電壓之後 全速跑還是沒辦法達到全部的效能 因為筆電的散熱很有限 它只能局限在3.1GHz 沒辦法衝到3.5GHz 就筆電嘛 那目前這個9920X12核心處理器 我用了幾個月 那真的飛快 只要有支援多核心處理的軟體 就真的爆快 但是還是有很多軟體 只支援單核心或者是雙核心的處理運算 所以我們今天有5個測試要測試 單核心的處理速度 CPU整體的跑分分數 真實使用軟體速度 瓦數與省電 溫度與噪音 那第一個測試單核心速度 那12核心比4核心快了32% 算是還不錯 那整體分數因為9920X有12核心跟4核心比起來 它已經快了152% 核心數多了3倍 但是處理效能沒有多了3倍 就差了一點點 好看下一個 瓦數與省電 那9920X因為有12核心的關係 它的瓦數可以直奔250W 那我舊的筆電就一直保持在45W 不會有任何改變 如果未來我的9920X再繼續超頻 再加電壓 哇塞 那個瓦數 不得了 就一直上去 我們9920X就都使用了5.5倍的電力 接著就是我真實世界會使用的軟體 就是我會用的軟體 第一個就是 DAVINCI RESOLVE Photoshop Lightroom 還有ABleton Live 就是做音樂的軟體 第一個我們來到了DAVINCI RESOLVE 我們輸出一模一樣的檔案 我9920X跟6700HQ的速度就快了 2.66倍 那如果剪輯的時候 時間軸這樣滑來滑去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有的時候還可能感覺筆電比較快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DAVINCI RESOLVE它預覽的時候 比較吃GPU 所以我筆電 目前是用1060 那桌機是用2070 所以 就是都沒什麼差 那不是CPU的事 那下一個軟體就是Adobe Lightroom CC版本 然後LightroomCC整個調色後 轉檔 整個輸出 那我們992012核心的處理器 又快了1.97倍 Lightroom調色的時候 你會把影像放大 然後你左右兩張切換照片這樣子 然後去調整你的顏色 那 9920X就很明顯的就 快了一些 就是 正常人使用 你就會很明顯的就感覺 欸快了一些 那下一個軟體 Adobe Photoshop 那輸出同一張照片的時間 都差不多是一秒鐘 就是差不多啦 這個速度就真的飛快 根本幾乎沒有差 那忽然想到另外一個測試方式 就是我們看看 欸 誰開Photoshop 可以開得比較快 那我們開啟速度快了1.75倍 算是快很多很多 那下一個軟體到了 Abotten Live 音樂軟體 那我們輸出同一個音樂專案 我們又快了1.63倍 那這些軟體測試 我做一個結論 就是說 欸 速度肯定有比較快嗎 你花那麼多錢肯定會比較快 那 從快一半呢 到滿滿一倍兩倍 甚至到 DaVinci Resolve 快要到三倍的速度 Yeah 所以 算是 我也不適合 接下來下一個測試 就是溫度與噪音 桌機最大的優勢 就是它可以控制溫度 然後讓效能一直保持在最高點 不像我的輕薄筆電 它如果跑圖的話 它肯定就是一直保持在CPU 15、95、15度 根本不會降下來 而且它的風扇 它的噪音 OK 那很明顯的效能肯定有提升啦 那 我最常用的DaVinci Resolve 已經快要達到三倍的效能 我覺得 其實頗棒了嘛 反正我就是剪影片這樣子啊 調色啊 就這樣 所以 對我自己是 算是 很棒的一個投資吧 就是 錢丟下去什麼都有 OK 一起的分享 還有測試影片 當然喜歡這個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 瘋狂東西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